南无阿弥陀佛 就有这两个不同 平生业程跟临终业程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么还有一种临终业程的就是 他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佛缘来随佛修行 也没有遇到善缘来行善机的 那遇到的缘或许是不好的缘了 到了临终的时候 看到了黑白无常 拿着铁链跟枷锁要来抓他的 那个时候他内心身心非常的恐惧 刚好 刚好 遇到了我们佛开法师经过了 遇到了我们无量寿恋佛为的义工经过了 就跟他说某某人啊 你不要害怕 你过去所做的那是你的业力 现在阿弥陀佛就在这里 他要救度你 阿弥陀佛是佛 佛的定义就是慈悲 慈悲的定义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的内涵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就是不讲条件的爱心 同体大悲就是把你看成他自己 你的苦就是他的苦 你的热就是他的热 所以阿弥陀佛他大慈大悲 所以呢大平等的没有条件的要来救你 你只要练阿弥陀佛 只要给阿弥陀佛救 你现在一断气就到极乐世界 这个黑白无产至少就会离开 所以某某人啊 你来跟我练佛我练一句 你跟我练一句就在练练当中 黑白无产离开了 地狱之佛消失了 阿弥陀佛拿着莲花 吃着莲花到他的便前来了 安慰他说 善男子啊善女人啊 你念我的名号 我呢应生而现 闻生救福 来救你啦 就把他救到极乐世界去了 论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修行吗 没有 他有皈依吗 没有 有吃素吗 没有 有行善积德吗 没有 有进过寺院和个掌 和个头吗 没有 因为他没有这一个缘啊 他也照样往生 那凭什么 就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救度 所以救度是不讲条件的 救度表示对方是毫无力量的 所以才讲救度啊 那这并不表示说 我们随否练佛就不要皈依 不要吃素 不要行善积德 不要五戒不要食善 对吗 不对 那不是佛教 不是正法 那是邪教 诸恶莫作众善奉情 这是诸佛教导我们的 对不对 对 我们随否的人 应该吃素 护生 不杀生 不害生 对不对 对 我们如果不吃素 就會 不是直接杀 就是间接杀 那随否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 所谓的清口 就吃全素 蛋啊 牛奶啊 不吃 跟众生有关系 妨碍众生的也不吃 为什么呢 阿弥陀爱护我们 对不对 我们提悟到弥陀 对我们的爱护 我们对他 也会不会爱护 也会 一切众生都有福性 我们今天 没有吃素 桌上摆的这个众生 难道不是未来佛吗 是的 只是说 鬼也好 知识也好 行善基德也好 跟众生来讲 他是 聊马士 聊马士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一些 阿弥陀佛都照样救度我们 不过呢 我 我慰敬 是很惭愧啦 虽然 还没有出家 就皈依 就吃素 就早晚打坐练佛 出了家到现在 感觉到 自己 还是 烦恼很强盛 业障很深重 是一个 凡夫 不但是凡夫 而且是罪恶生死凡夫 不但是罪恶生死凡夫 而且是 常末 常流转的凡夫 所以 我仿观自己 我无地自容 因此 我要全身心 投靠弥陀的救度 否则的话 我慰敬 这一辈子 悟然 得然得之人生 文然得 文然吻之佛法 而且在佛法之中 现出家相 可是呢 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将来 如果将来 所谓 披毛戴脚黄 所谓 地狱门前 生道多 为什么 我出家 我出家超过四十年 我每一天每一天 我所吃的 所穿的 所住的 所用的 都是来自于我们人友们的水汗前 那我不往生成佛 倒架慈寒 广度众生的话 我还得了吗 还不了的 披毛 戴脚 流胎 马腹 生生世世都还不了 尤其是出家人的戒律 说 不可以 妄想杂念的 不可以有污染的念头的 否则的话 是会堕落地狱的 但是 细细的思维 反省自己 这些都没有做到 那不往生极乐世界 那地狱有混 地狱有混 你们不知道 我最清楚 有一句话说 如果以 身 口 二 业的 所做 所讲 作为标准的话 天下 就有完人 完美的人 如果 以意愿 心中的意愿 所思 所念 作为标准的话 那么 天下 就没有完人 又说 如果以 一般人 看得到 人 的地方 的地方 作为标准的话 世间上 还有 行善之人 如果以人家 看不到的地方 作为标准的话 那么 世间上 都是 罪人 作为标准 这几句话 可以说是一片 镜子 是法镜 造出 我们众生 是什么样的众生 因此 散导大师说 我们 都是罪恶的 生死凡夫 常冒 常流种的 凡夫 都需要 依靠 阿弥陀佛的 旧路 才能脱离 六大 的轮回 乃至能够快速的成佛 而 快速的 倒架持行 广度众生 所以净土中就是 往生净土中 一个字 那么净土是 涅槃的境界 成佛的境界 因此 往生净土中就是 往生净土成佛中 这七个字 比较完整 那么信弥陀的旧度 怎么样信啊 就专念弥陀的名号 就练佛啦 练佛就是信佛啦 练佛就是 往生的 往生的 条件 刚刚不是讲阿弥陀佛 是大平等 没有条件的吗 怎么还冒出一个条件来呢 是因为它 是很容易的 那什么容易呢 因为它很简单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它很单纯 那任何人都做得到 乃至临终 地狱之佛烧到脚板 也能够 动动嘴巴 或者是舌头僵硬的 起心动念 也能够往生极肉事件 是这样的 那假设它受命延长的话 它从今之后 就只要念这句迷陀名号 所以 净土宗就是 就是念佛 往生 净土成佛中 就这九个字 那简称净土宗 那么净土宗一个特色 就是讲迷陀的旧度 讲阿弥陀的旧度 那讲阿弥陀的旧度 到底有没有经文的根据呀 还是你自己独创的啊 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 经口所说的经典 唯一一句的话 那就不是佛教啦 那不是佛教 就不是正法啦 不是正法 那就外道啦 所以某某人 你讲 正如中 是阿弥陀的旧度的法门 你引用经典吧 引经句论吧 这个引经句论也要稍加解释 在《无量寿经》的序分 序分 所谓序分就是有两部分 有正信序跟发起序 发起序就是表明 为什么会讲这一部经 为什么会发起这一部经 表明讲这一部经的理由 那么《无量寿经》的发起序 有表明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一部经 这个发起序的这个经文 怎么讲呢 因为是经文 我们一起来诵经吧 请大家合掌 跟随我诵令一遍 如来以无尽大悲 如来以无尽大悲 今哀三戒 今哀三戒 所以初心于世 所以初心于世 光产道教 光产道教 欲整记群盟 欲整记群盟 慧以真实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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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这一段经文 总共有三十二字 这一段经文在表明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说 不量寿经 这一部经 这一段经文 要解释 必须有时间 我在这里简单的讲 这一段经文也叫做 如来出世本怀文 也可以说是 释迦牟尼佛出世本怀文 就是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的目的 就是要讲不量寿经 所以叫做释迦本怀文 他说释迦牟尼佛 以无尽大悲 无尽大悲有几种含义 总之无穷无尽的大悲 就是无愿大死同理大悲 今来三界 今来就是同情联名 我们三界的众生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都是六道轮回 那六道轮回就显示 有时升天 有时堕落地狱 有时生而为人 有时呢 又当畜生 有时呢 当恶鬼 有时呢 又当浩勇斗狠的阿修罗 都是轮来转去 因此呢 本子都是苦 所以呢 诸佛 十方诸佛 都怜悯三界的众生 因此出现在那个世间 讲经说法 所以说初心于世 是光尘道教 光尘 就是讲经说法 道教就是 释迦牟一辈子所讲的经典 欲整纪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目的 终极目的 终极目标 就是要整纪群盟 整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救度众生脱离六道轮违之苦 叫做整纪 整纪 是文言文 翻译白话就是救度两个字 所以整纪 整纪 叫做救度 也叫做整旧 也叫做呢 就把群盟 什么叫群盟呢 我们六道轮违的环夫 都是群盟 六道轮违的众生多不多啊 多 多 多如春天大地之草 对不对 所以叫做群盟 所以 欲整纪群盟 就是欲救度 十方众生 简单讲就是这样 慧真实之力 慧 慧就是白白地给他 真实之力 就是成佛的利益 除了成佛 没有真实 所谓 为此亦真实 无恶亦无伤 真实只有一个 就是佛 所以 这一段 发起文就说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要救度 十方众生 要慧世给十方众生 成佛的利益 之后呢 就进入正宗分 一进入正宗分 就讲 阿弥陀佛 因地法障菩萨 他怎么样发愿 怎么样修行 怎么样成佛 极乐世界 怎么样成为 十方净土之中 最尊第一的世界 阿弥陀佛 怎么样成为 十方诸佛当中 最尊第一的佛 是诸佛之王 是光中之尊 那么众生 只要练佛 就能够怎么样的 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能够成为佛 但是介绍这些 这个是进入正宗分 所以 在这里 经文 就已经标语出 《无量寿经》的法文 就是 能够救度他们 使他们离开 生老病死 还有 所有的苦恼 所有的苦恼 譬如说 成杀佛无名祸 所以这里就直接说 能救 阿弥陀佛 有这个愿心 要救我们 阿弥陀佛 有这个能力 能够救我们